好 请和长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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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 好 我们接着早上所谈 早上我们谈到这个 颜胡提众生 心死 刚死的 他今49日 无人济世 未作功德 生死又无善因 所以因此就 具他的本业 所感低 自然 先渡慈海 我们接着来看 海东十万游巡 又有一海 其苦贝池 彼海之东 又有一海 其苦互贝 三叶二因之所召感 共好叶海 其处是也 这个很有意思 他的用指叫夜海 这个海 谁 没人能摆脱 那是你自己显现出来的 就像我们现在 现这样的一个身心 我不是前面已经跟大家提吗 如果我们了解佛法 我们身上所有一切 包括这个起心动念 包括身体的一点一丝一毫 都是你的业 所以我才会有一个观念 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到公共场合 我们看到公共场合里面的卫生纸 反正不是家的 啊 尽量用啊 不是 那是你的 用得到的都是你的 这 你看外面是别人的 里面 其实这是你的业 你的福报 用得到的都是你的 那你傻傻的去把它招损掉 那是损你的福报而已 所以我们现在讲说 这个身心啊 我一直跟大家提过 这个倒很有意思的 我们一般人大概这样的感觉 还不大容易有 嗯 我们不要先谈很深细的身受心法 我们先用直接一种对佛法的观念 这个观念要养成不大容易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你的身心 你不用火定它 你不用火定你有这么一个身躯 但你却必须要看清楚 这样的一个身躯 其实是怎么样的因缘才处成的 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说 我们以这样的执着 所以我们形成这样的一个认知啊 那这个生命 其实刹那之间没有一个暂停的 没有一个长法在里头 但就这么一个组合里面 身心二法 合起来这个感觉 你也在这里产生了一个我 乃至你在这样分别 嗯 这样讲有点比较 嗯 就好像今天有人问说 嗯 波罗门尼 跟地藏菩萨 乃至光木尼 是不是同一个 不是同一个 也同一个 嘿 就他的因 他是同一个 就前后相同 不相同 他们前后是不相同 离开之前的光木尼 没有后面的地藏菩萨 但前面的光木尼不等于地藏菩萨 好 我从我这边 右边看到左边 我们会认为什么 我们会认为有一个我 有一个固定的我 在看东西 对不对 我的身体在转 这中间 有一个固定的我 在这样流转过来 其实这中间 每一个刹那 都没有一个实质的我 在里头 我的讲究就是说 我看右边的时候 跟看左边的我 已经不等同了 只是我在看右边的时候 有这样的见分相分 我移到这边的时候 并没有一个固定 我从前刹那移到后刹那 就像瀑布啦 瀑布一直流一直流 一流 可是没有一个固定实质的 其实我们生命 就像一个瀑布的流 所以他到时候 每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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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个果报 包括我们现在的 每一个刹那 都是前面的因 形成的果报 而这个果报 又形成下一个果报的因 又作为下一个果报的因 所以因因果果 因因果果 在这过程当中 看似有一个固定很长的我 其实里面只有五蕴 一切的造作 没有一个固定的 你必须要能看清楚这一点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学伙的 很少在认知这一点 我们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始终在所有认知里面 一直在的什么 站在一个固定我的基础上 去做很多修行 造恶我们就不谈了 那我们在修善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站在我 我希望你们能体会 所以因为你站在这个我 所有的修行都回归到我 我们虽然叫回向菩提 没有回向我 嘴巴是讲回向菩提 其实都回向我 所以我常讲说 我们修行本来刚开始烦恼很粗 大麻神 那夜修也没烦恼 变想钢丝 大麻神还可以拒断 想小钢丝 剪不断 透过不断的修学 不断在努力修学 修到最后变成一直在反护回向什么 那个坚固我之 就像前面地藏经这个讲的 我们所有的念一直串习 我们举心动念都是在这里 一直回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造作里面 其实每一个刹那都是因因果果 到哪一个时期因缘成熟 就看那时候所具备的是什么因缘 就现那样的果报 我现在 我们现在有时候光 我们在看东西 就是我这一期 这一期是人报 对不对 但其实这一期的报当中 从小到大 每一个刹那都是报 那不断在报 是不是同时在造 我们是同样在承受之前 前一刹那以来的 所有报 我们就现在在受用 对不对 同时是不是在造 而且止不住的造 因为业力 你没办法挡住它 所以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先要认清楚这一点 假如你看不到这一点的话 你所有的修行 都是站在我的立场上 你缺少一个正之间 所以我们一直在引用阿含经里面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叫八正道 其实八正道是看到 此生故彼生 有这个才有这个 有这个才有这个 看到这样的缘起的时候 活才说出八正道四生地 所以四生地八正道是建立在缘起的道理上 那你就必须要把这个道理 或者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 四生地八正道 但我们不大会用 至少我们在整个修行当中 我们不大会看到 我们生命就是一个缘起在生灭的 那唯有正确的认知它的叫正见 或者你不要以为你讲的是正见 你看不到你的生命的这种变化无常的这种因缘组合了 这离开这个见不叫见 离开如何对峙这种颠倒妄想的戒法才叫真 真上戒学或者不叫戒 因为你那个戒法可以跟外道相通 但我们真正的八正道里面的正义正月正命这些 这个是顺在缘起法里面的 好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呢 因为如果你看不到这个 你就不知道你应该怎么去随时让你的 你的 因为这是你的最根源烦恼 所以随着你不断造作 你这个夜节在哪里 你的果报掉到哪里 你挡不住了 所以我讲一个句话 你对娑婆有娑婆的爱取有 不可能有净土的生 因为净土不可能有生老死 只有娑婆有生老死 那娑婆的生老死 一定是说婆的爱取有 爱 造作 追逐 造作 有业力 是不是 所以我们假如看不到这一点 不懂得去厌礼的话 那你就 你的生老死是配着你之前的爱 所以有人想我要爱这个世间 但我不要有世间苦 无有是处 因为这样的因必是这样的果 这本来这个道理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断的修学 地义从哪里来 我们今天早上不是讲说 不是魔带你下去 是你自己下去 魔只是引诱你 让你起颠倒而已 所以这个在普门品里面 他会讲说 如果有人对你那个 你持观世音菩萨 他还会回复到他的身上 对不对 为什么他不做 因为我不受用 我不受用 他当然那个人 施以奏力 施以伤害的这种东西 因为他自己造业 当然他自己要报 那你为什么不受 因为我没影响 所以我们现在有的人 施式而非 哎呀 这个七月十五 不要去帮人家诸念 那个鬼气很重 就碰到这样业障会转移 我相信在座有的人 还在怕业障转移的 是不是 其实业障哪会转移 你怎么不说你的慈悲转过去 怎么你说那业障转过来 你怎么那么笨 其实当你受用他 你心怯懦 你心颠倒 你心烦恼 当就像一个人很生气 你会被受影响 如果你很笃定不受影响 如果你很削弱 他一生气你就担心了 对不对 其实谁说一定要受影响 你如果他很生气 你很慈悲 他的生气被你降伏 是什么 福报转过去啊 不是业障转过来啊 你为什么每次都怕业障转过来 你怎么不说我的慈悲转过去 这是看你有没有正念力啊 政治正念力啊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了解这个道理 就是说整个地狱里面 他是无法回避的 为什么啊 他是如是因如是果的 所以他是夜海 他会有几重海几重海 每一个人处在那个地狱里面 基于他共同共业啊 就像我们处在这里 我们吹冷气 有的人吹的刚好 有的人会有点冷 有的人认为还不够 是不是这样 那同一个世界啊 每个人的身体不同啊 所以到地狱里面也是如此 到天长也是如此啊 所以我们了解这一点 我们才会知道说 了解这样道理 它叫夜海 就像我们这个世界是一种夜历所成的 也是一个夜世界 所以他 他这个世界会形成怎么样 其实端看你自己 端看你自己 所以你处在这个人道当中 每个人所受用的世界会不一样 包括在地狱里面 同样一个地狱 我们讲说 打舌地狱好了 应该果报还是各个差别 同样一个地狱还是不同 为什么啊 你自己的因缘献出来了 所以你如何了解这一点 这里面就有什么启发意义啊 我不是讲说唯心所现吗 若人亦了之三世一切佛 因观法戒信一切唯心照 花园君说的 那你如果了解这一点 那我如何把它的种子种得很实在 所以我就知道说 比如说我们面对到很烦恼的事情 我们经常会往境上去追逐 你应该是利用境去检验自己才对 每一个面对境的一切善心 其实都功不堂倦的 我们经常讲熏习 熏习不是 我们现在不是点个箱熏上去 我们讲熏习对不对 这是比喻 真正的熏习没有熏出去 熏习是当下 为什么我要讲这一点 熏出去的话烟有时候会跑掉 而且还有距离感 我们的熏是怎么样 你现在照做现在熏了 换句话就是功不堂倦 一施一毫没跑掉了 你现在做了任何善 所观察的一个佛像 起了任何善念 一施一毫没有一个离开了 所以我们这里后面有 举一个那个是 《华元经》里面 譬如公化师分布诸彩色 这个在第八那个地方 为什么我特别要举这个东西 虽然不是地藏经 不过地藏经的 绝领菩萨记 不是在讲这个吗 所以我特别点出来 因为它是很关键 因为它就在讲 地义其实也是 你自己公化师画出来的 所以现在的点滴 你会有一个什么 物以善小而不为 物以恶小而为之 你会对任何一个 微细小的 我不是也同时跟大家讲 你的身上其实告诉我 你所有的 你是怎么样一个人 你长得高 长得矮 长得胖 长得瘦 长得怎么样 长得一副倒霉 长得一副很富贵 都是刚刚好 你请不要怨天尤人 对他的审判则是你的八四 他如此如此显现出来 所以了解这一点 我们做很多的善事 都不会往外计较 即便别人对你不好 你边忍入你还有一种意乐心 因你故我得以成就忍入波罗蜜 我的每一个忍入忍的苦恼 而且也忍得有点赚小便宜的感觉 有点修行修道 我们一般忍入都忍得很 赶快忍过去对不对 那有一个 有一次我在国外 一个居士我说要忍入 他说十五讲归讲很难 后来我就一直在讲 我知道本来就很难 后来我讲说 忍入容易得庄严 所以一忍入以后 下辈子就不用整容 那就师父你再讲一遍 我就讲说因为 忍入有内外 有的人外庄严 但不一定内庄严 有的人内外庄严 所以就不用整容 他说师父你如果早说这句话 那我就能忍入了 别的不能忍 这个只要能长得漂亮 他就能忍 他说原来是这个 那其实你看 如果我们现在为了漂亮 你看这哥 那个忍入你怎么忍得来 被哥还给钱 实在够厉害的 肉毒感尽光差那个词 就很可怕 肉毒 他还打得很欢喜 还给钱 莫名其妙 可是你看这种忍忍的可以 如果你把说 每一次忍都是这么好处 你一定忍得 心里这样很高兴 我这么今天一忍 一定会长得更漂亮 我其实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 假如你能知道所有的功德都功不堂圈 点点滴滴 一切的努力修学 刹那之间熏为内在种子 必带因缘而成现形 这不假一切另外因缘就在你自己本身 是你之间中间差太多染污因缘 以至于让他不能成熟 而地狱呢 你说地狱要成形也不容易 也是种缘 你今天能感应地狱也是经过百般努力经营才有的 因为第一不是轻易 因为他也要种业 像我们现在如果有些人修学已经一段时间 轻易要第一月不大容易 因为他本质善 本质善 不是说不可能 因为他本质善 本质善要起烦恼很不容易 所以包括禅定也有道理 有的人禅定薄修即正 所以在禅定修正里面就有很多差别的意思 很有意思 有的人修了老半天 不容易正的禅定 修了以后正的禅定很容易退 那有的人是很辛苦修正的禅定 且也很有意思很难退 有这样的 为什么 他努力修 一旦修成因缘俱足不容易散掉 但有的人是很快就修成 修成却不容易退 那也很好 但有的人怎么修都不行 为什么 有的人他因为条件不够 所成善法太脆弱 所以像在很多禅论里面 有的人轻易得禅定 一退禅定 从此这一生再也没得禅定 为什么 当初的那个 第一个 禅定成就禅定的条件因缘不具足不清净 得了以后又生烦恼懒着 一退就再也不会生了 所以这种要讲差别因缘很多 但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 像这个海它里面有几种 它就一个一个必渡吃海 为什么 比如说我们经常用 我们的气势间 这里面后面又有谈到很多气势间 就是说你这样的烦恼 基本上我们先念一下大家 也许以后就比较 嗯 这里面讲 我们第六项有讲 各个狱中有百千种夜道之气 很有意思 它用词大家知道 夜道之气 无非是铜 是铁 是石 是佛 此是种物 重夜行感 它会不会说 哎呀 如多罗免 没这事 没不可能 你的夜报没有种东西 你的夜报会跟它完全相应 所以我说它不但是你的根深献出来 那一天的事件就出来 所以我上课经常会举那个说 其语的恶果 其语的人他未来生出的果实 其语是无依依 没用好听话但不实际 当然其语还有很多道理 但其语生出来的果实是不实在的 那你其语所生的 你结的果实也是不受用的 长得好看但不好吃 你两舌的话 你会经常做很多事情会被阻隔 两舌 你二口 它各有各的夜报显现出来 第一语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在我们身上里面看到 你哪方面受用多 哪方面受用多 哪方面顺利 哪方面不顺利 其实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本来就如此 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一点 你就懂得什么 我时时把握因缘 你千万不要跟你的福田做敌人 像有的人很多在修行上很多现实当中轻易计较 笨喔 会修的顺利因缘都修 不会修的逆缘不会修 顺缘也不会修 有的人一出门 有的人一出门修了很多福报回来 有人一出门就造了很多夜回来 有的人走到哪里都让人家苦恼 这厉害 这个衰尾道人走到哪里大家就讨厌 但有人走到哪里 他就以他的意乐心随眼不思令众生欢喜 我常讲就笑一下又有运动皮肤又好 又能不思公养都多好 可是有人就是不愿意 这很奇怪 好 那这个东西就是说 他这里面谈到这叫夜海 所以我后来看这个地藏经的时候 每个地方他都是以夜显现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要改变这个业果 我们要改变 因为他是从你过去的业一直过来 尤其是刚才已经谈到说 他过去善因没有 加上又没有人帮他回向 我刚才讲过了 在现实当中 我自己很没钱 旁边又没有有利的人 是不是 那铁定倒霉的 所以我们在其他经年就谈到 那个阿罕经也谈到 有人盗人家一钱五钱就被抓去抓 管了 有人盗人家一千万钱没事 为什么没事 因为他产业无量 他修借修定修会 即便做了很大的恶事 那比起他所修的功德还是微小 所以不动摇 所以你不要看他这么大恶的人 怎么没报应 必有因果 有他的因缘 那有的人 怎么做一点小事就没有 因为他没互报 欠人家五钱还不了抓 欠人家一千万 没关系给两千万不用找 我家钱多吗 人家好几亿差到一千万 你没钱的五千 五千就抓了 是经典说的 所以他很有意思 所以我们现在所修 我们是经常善恶杂兰 即便我们现在都是善恶杂兰 但只要你还有一分醒觉的心 能利用机会实时修 绝对是功不堂尖 回水不落外人田 夜海 所以我一直在鼓励说 其实很多地方 我们学佛要学到药林 如何用这一份心 如何掌握一切因缘 所以有的人他就 坐在那里睡觉都比你功德大 你信不信啊 人家睡觉的时候该睡的睡 那就像睡一屋一切 睡的时候他该怎么睡 随时保持心结 一起来该起来就翻身就起来 像狮子卧而不是平堂 碰到敌人要翻了好几番才起来 还会扭到腰 那就差太多了 人家是狮子卧 一看到猎物出来一翻身就起来 所以他也有他的意思 他是这样不符合健康 对啦如果你要这样算 吊起来最好了 开玩笑 其实他本身就是要让你修觉悟心啊 悟啊醒觉啊 他本来就不是要让你睡得很舒服的 其实他已经很健康了 在经典里面有谈到 乃至医学里面有谈到 这样的睡觉对某些卸道是有用的 很多人认为说这样睡是不好的 应该怎么睡 对可是我现在没有记起来 那不同的睡法 其实他对身体还是有用的 那何况最重要是不让你愚痴颠倒 能保持醒觉很容易醒过来 好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种很多的修行 其实他都有他的意义啊 所以这个三叶二因所召改 所以成为叶海其处是也啊 圣里又问鬼王无独曰 地狱何在 无独答曰 三海之内是大地狱 其数百千各个差别 所谓大者 具有十八 次有五百 苦毒无量 次有千百 亦无量苦 有多少 各个差别 就像人道 人道跟六道 六道之间的一道对不对 说是一 你看现前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一个人道是一个分类词 但在人道底下的每一个人 还找不到同一个人 每个业报各个差别 那为了跟其他道比 我们就列到六道当中的人道 可是就人道来讲还是各个差别 所以跟那个九瓶往生一样啊 说是九瓶其实是无量瓶 地狱有这些 有几百地狱其实它是无量差别的 概约分哪种毒哪种烦恼 所以你看啊 以后会讲到 是什么样的烦恼 会造什么 什么样的烦恼造什么业 会得什么果报 这个其实不是威胁 你注意分析 这样的烦恼是什么样的结构 而这样的果报是什么结构 你就发觉它非常对当 所以我刚才讲两舌 两舌就是间隔嘛 人家本来和和被你两舌分开嘛 所以你未来的果报是什么 由山阻隔 由海阻隔 由坑坎阻隔 由什么种种阻隔 就让你不能一切和会 两舌 就这样的道理 是不是 它就显现这样的业报 所以你注意啊 讲这些什么报什么报 其实即便我们现在讲 什么造什么东西 得什么报 那也是方便说 杀生必然怎么样短命 杀生还不止短命 那即便杀生 其实差别很多 这个要把经典弄清楚 就是 我们常讲说一个夜报出去 因为我们现在太容易 把事情简单化 不是从原起来看 我杀生 我杀生里面带的少分善意 多分善意 且夜报不同 杀生有杀生的恶果 但有的人杀生当中带着一点善 有人带着多分少分善 所结果报不同 因为夜道本身不是那么单纯 一切开就是黑的白的 不是 它这中间黑白夹杂 好 这就是人生的现实 就是修行的现实 你无法一下子做到纯白 但你可以慢慢努力 让黑少一点 白多一点 这就是修行的现实 我们在礼拜修行当中 还达到很多妄想 但我们却不断不断的什么 在进化 那这个到最后就产生良性循环 我们不断得到福报 我们还得到三宝的殊胜因缘 我们得到善知识的因缘 我们得到同行善知识的因缘 所以未来 除了我们现前真上身 得到很殊胜的身体 夜报之外 我们还有殊胜的三宝因缘 所以不自沉沦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 然后我们接着再看 这个是第二 观众生夜缘品三 众夜所感或报如是 万死千生或夜感如是 动今一节求出无奇 苦不苦 很苦很苦 这里面怎么说呢 因为它是不断窜息的 我们的夜经常会 恶夜感恶夜 那我们先不要谈恶夜感恶夜 就你本身所造的夜力 就像在抛石头一样 如果你是很有力 你抛上去 那个石头在空中停留的时间 是会很久的 但有的人一抛 蹬就掉下来 它终究会衰退 第一夜报终究会出来 对不对 但问题是时间很长很长很苦很苦 而这个苦是什么 减一分也不行 它也不会多你一分 它是如实如实真实显现 是不是 所以我刚才一直在跟大家提的一个观念 就是说 我们难免过去造很多夜 我常在想我自己小时候 人家抓那个小鱼 那我们偏偏就有小聪明 别人是一只一只抓 我们就挥着自己去买网子来抓 下一想这下 一条生命 你看一抓都一堆 孩子也很高兴 抓一抓 回家洗澡用大脸盆 很大的脸盆放上去 然后把它倒出来 雨在身上 油油 这样很高兴 弄死这么多 看似聪明 可是这个夜报 我想如果任何一个来找我 我都受不了 是不是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夜报里面 他哪时候会现前 其实 为什么说淡念无常 因为你的夜报哪时候会出来 真的不知道 我也从来没设想我会倒 我已经够努力在思考 随时无常了 我有时候睡觉经常想 就是想自己戴着那个 人家 露恋不是戴着西瓜帽那种 我以前在有一个道场 我有一个道场 他们就训练就是 每个人轮流躺下来 盖往生背 旁边的诸念 练习死 我们过精进了吧 就是盖往生背 就当你死 跟你开始 你就躺下来 你知道你不是死 可是这么盖下去 感觉不大一样 你试看看 那味道完全不同 他说 哎呀 某某人啊 怎么样啊 那你就盖在这里 所以有些居士 他就这样训练 他发觉非常感动 明明知道不是死 透过这么情境里面 发觉不一样 我们其实经常也在训练 就是我 因为有时候身体不大好 就会 有时候说不上来 我就会觉得说 我今天一路睡 醒来就是下辈子 因为我们有很多法师 是睡了以后没起来的 像远培长老啊 这么一个大德 就这样 那其实很多都是这样 那我们呢 也可能啊 所以不要以为 你这个睡了明天要起来 所以在菩提道次第略论里面讲说 是明天快还是来生快 明天快还是来生快 你如果要明天快的话 要注定要把握晚上不要死 晚上不要死 那就明天快 如果晚上死的是来生快 是不是 你要把握好 不要晚上死 不要晚上死的话 就是明天快 明天来了嘛 晚上过十二点没死就是明天 你赚到了 如果到十二点就要死了 那变成来生快 明天没来 那意思是什么 随时都来 所以这里面有哪些意义 我们随时会尽量珍惜所有的因缘 所以后面再谈到说 我们为什么要你称赞 要做什么 其实它是在这种无名造作的一种洪流 生命的夜流当中 我们尽量呼吁它亲近的东西 而且这个亲近的东西最好是 越来越亲近 而且越长久 其中最重要的是那个般若 一路起此心中 它不会变坏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现在不断在这样 来对应 所以你会有一种非常积极的 而且非常喜悦的 别人不知道 我竟然知道 而且我有此因缘随时掌握 别人在世间里面斤斤计较 你却会很用心日进斗金 他们以为你好笨 可是你却很丰富 是不是 那只是观念上的问题 那有人说 哎呀我怎么那么倒霉 我现在怎么碰到哪些问题 我的身体如何 你也可以说它是你的业 你也可以讲它是你的福 不是吗 是啊 所以你看我不是讲那个 有一个病很重的 它平常好好的 是生病的时候才体会到 才体会到 所以这么一个体会 就有一次我碰到一位 他也是生病之后 他说我八年所学不如我现在 我好几年所学不如我那一次生病 你信不信 那无量 我觉得那个病是很大的恩责 很大的恩责 因为这样的体会不容易有 有这样的体会没回来 没这个体会又没感觉出来 那所以有体会就没回来也讲不出来 所以还好这么一捞捞到 城门三宝加持 诸位护法 就这样 让我留点机会讲讲经验 但这个经验 我比较偏向的就是这么一个现实 那时候会无常不知道 趁紧气好 现在身体好好赶快用功 分分自得 地藏经说的 七分之七 你不要答这个七分之一 七分之一还是方便说 那就简单来讲 那七分之一 我们是不是再多一点少一点 它是比喻 你不要计较那七分千啊几块 没有那就是一种少分的意思 我们看啊 所以他这里面还有 此戒坏时寄生他戒 他戒是坏转记他方 他方坏时转转相继 此戒成后环户而来 无间罪报其事如是 你转来转去转哪里 其实不是空间的问题 是你的业只要还没消 你由你身心世间所现出来的根生气世间 必然随你的业而走 今天你要是贫穷报 就算你到人贫穷 你到畜生还是贫穷 到了轨道你还是少财鬼 无财鬼 你这个业报走到哪里 贫贱就是贫贱啊 你看就算人到轨道不一样 不管那是另外一个业报的问题 但就如果你贫贱来讲走到哪里就是贫贱 所以我常举一个例子 行菩萨道的人怎么样 受菩萨界的人 虽犯界都成为王 剁畜生道成畜生王 剁鬼道成鬼王 还是王 为什么 信量大 古报大 即便造业 得了果报 还是王 所以我常开玩笑 不小心跺到老鼠 会是大老鼠 会是大老鼠 为什么 因为你虽然持戒不清净 但毕竟受这个戒了 好我们再看 所以他这个一戒转一戒是 从你外在来看 可是就你本身来讲是怎么样 你的业报 你的业报本身在不停止的时候 他虽然外面改变 主要的精神是怎么样 你的业还在 阴言已经具足 业还在 他就会不 他可以 他可以外面可以变 本质他还在 业报还在 所以转来转去 你说 那这个 有时候说 这个地方坏了 我是不能出狱 没有 移到别的地方 这丁坏的是这边事 你的业报是你的事 免不了 无法减免 对 所以我们在做很多超度的时候 才会一直跟 在我们在超度的时候 我们比较不会纯粹只是在诵经 其实我们在诵经等于是有点 我在我诵经就有点是 代佛宣说了 所以我自己如是的知见他 比如说我在念的时候不是文字这样转 我好像在告诉我自己 告诉所有与会者 这就是夜海 用一种觉悟之心 自己自觉 用我嘴巴的音声 让所有见闻者也吸发菩提心 就觉悟之心不是吗 所以这样的法会它具有启发之作用 而不是说我们来要起个枪 刚刚一直唱下去 没感没绝的 没有多大意义 好我们接着看 第三条 这个无间 这个无间当然是针对地狱在谈 但请问我们现在这个无间 意思也不是那么难懂 比如说我从生下来到我死 这段时间有没有间断 没有 就是无间 中间不会间除非到夜晚 这中间每一个刹那 就一直一个连续连续连续 在一个夜报未完的时候 这中间他不会间断 他当然无间罪业的话 他是时间上 已至结束 无时间绝 这中间没有暂停 所以无间 第一个他的时间相当相当的长 再过来他受苦中间没有暂停 那这个问题在哪里 在你造这个夜的时候 充满意乐 极尽所有烦恼 集合在此 中间没有坚决 比如说我杀人 我有点躊躇 有点犹豫 有点不忍心 醉抱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常讲说 假如我们在度化众生 有人很饿 我们虽然鼓励他 欠免他 到最后他还依然造罪 但其实你已经度了他 为什么 他原来是充满了百分之百的意乐心 要去造业 经过你一直讲 他虽然也造业 内心已经稍微动摇了 这个念头的动摇 已经省掉他多少罪苦 所以不要以为没用 还是都有用 你就尽量用心 其实这个我们在修行弘法 也都是要用这种心 你不要轻易用外相去论德思 你就做吧 你该观察因缘的仔细观察 有些东西你看不到 但凭这一份智慧跟慈悲 该做就做 至于他有没有受用 其实很难论断 所以有时候发觉说 哎呀我们人坐牢半天 怎么都没有感应 其实还是有的 就像我们现在讲经 也许大家听得怎样不晓得 但我听了 我讲的我自己很高兴就好了 对不对 我现在是比较少在讲 我以前一天讲好几小时 你想我们平常懈怠懈怠 我讲经的时候 比较不会打妄想 对不对 我打妄想就已经乱掉了 所以我一天如果讲个四个小时 五个小时等于是四五小时没停 思维必须要 虽然他是在动 可是他的思维必须不断窜息 好 同样的 当我们做善业的时候 为什么有的人福报切不断 因为他做这个善的时候 是极为清净 而且阴重 无间的心 阴重心 所以他的福报 轻易不能遮断 所以在经典也有讲说 有一个魔 有一个人说要夺他的福报 那就讲说 我的福报你拿不走 任你在有广大的神通 我的福报是我的 他你看 具足之鉴 所以我们才讲说 我们的福报能被拿走的 本来就不是你的 如果这个福报是亲近你的 拿不走 拿不走 所以拿走的本来就不是你的 如果是你的拿不走 大概是账面上会有点减少 受用是一点都不会缺 所以有的人是 哎呀我损失好多 其实这一辈子吃用他都没减少 只是心里不舒服而已 我经常看到很多人 其实都没有减少 他还是吃得很好 只是稍微少了几个灵这样而已 他就很不高兴 一辈子就为那几个灵 一遇寡欢 其实他的福报 整个总的算下来都没缺少 所以这个人之所以苦 就纯粹是因为笨而来的 他没有真苦 他其实算来吃也是那些 睡也是这些 其实他都不缺 就是不舒服而已 所以有的人如果他能少益知足 有智慧的话 他心里快乐 少少的钱财他就过得很快乐 有的人是很有钱天天很苦恼 我到印度的时候看到那些印度人 有时候我们经常在路上看到有人随便在路边就睡觉了 睡觉路边还有人在扫地 满灰尘 他们就照睡 在那个火车站 那个白布裹起来的 你不要踩到你跨过还可以的 这种人你看他还需要安眠药吗 所以我觉得你们如果吃安眠药的到印度去 他比你幸福多了他们就随便躺着 他灰尘噢噢 没感觉 所以如果在某方面你福报很大 你会常有钱 如果看到睡眠他们睡得那么甜 到底是谁有福报我就搞不清楚 是啊 我那时候一直站着 有时候哎呀 这么脏 这么脏 可是人家就没问题啊 你经常为失眠所苦 你看人家睡得多甜啊 到底是谁 是什么福报 有时候你这样一转个弯你 就发觉意义就改变掉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好 我们现在讲这个无间 日夜受罪 已至结束 无时间绝 故称无间 二者 一人亦满 多人亦满 故称无间 这里面不是人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这句话说 当我们看到他一个人也满 多人也满 那各个都看到自己身变满一切 为什么 这是你的业啊 全套服务 完全自己受用 这个 所以这种夜报 攜带方便 走到哪里都跟着 是不是 在这种苦他就一直在跟着 一直跟着 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 所以这里面牵扯到 一个夜报里面 他时间多长 其实当我们在 我们现在烦恼很重 我看到很多人修行 修道会常苦恼 怎么我都没进步 其实是有了 只是有时候我们会用比较严格的角度说 如果你靠这样的修行 你是有福报 这一点我一点不怀疑 但如果要达到你的目的 那种比较高的目的 我认为是不可能 那我们基于说 你难得今生已经成为人 又有学佛的因言 你为什么要排排空过 你为什么要排排空过 就是说会有这样期许说 你得这些福报是很大 但终归无常 你为什么不正在这个因言底下 能有所觉悟 这个其实是我一个很深很深的感触 我们很多人 像我们这样的修行 其实都是很大的福报 但我还是希望你们有所觉悟 因为这个都不长久 再过来 三则 醉气插棒 阴蛇狼拳 追魔俱凿 挫折或汤 铁网铁神 铁鲁铁马 身格落手 热铁骄生 鸡吞铁碗 可饮铁枝 从年尽劫 处那由他 这个很多节 苦楚相连 更无间断 故称无间 那这个都是什么 这样的一个气 就是刚才我们念的那个 不管是铜是铁 都是你忠业心感 它会产生怎么样 这真的很有意思 有时候有些东西 你自己会感受到 这种感受到 你会觉得不可思议 怎么有 包括我们这次 我有些 我生病的一些 这时候的一些体会 我到现在还很清晰的 我在动什么念头 我在跟人家讨论什么 我还很清楚 我发觉有些 还蛮有真实意义的 这个现在就不多谈 但你看 你就在那个环境里面 而且这个环境里面 你与你这个环境 你起这个境界的分别 那个境界就是这样 所以说我们有些东西 你不是让你能充分 你因为你的境界是如此 所以你就是在接受这样的境界 在这样的境界里面 你去做这样的分别 那你如果是不好的话 他就是这样一直连连续续的 你会感受到哪些感谢哪些 这个谁都没办法介入 因为那是你自己造的 你自己显现出来了 一分一毫 你自己说 好的也自己说 坏的也自己说 你说谁来介入 对不起 所以我常讲 很多人都为我回向 可是再怎么回向 就少了一个来帮我躺的 其实回向那么多 一定有很多功德 但我其实比较期待的是 看谁来帮我躺 我出去走一下 偏偏这个是任何怎么求都不可能 这是你的事 所以这让我感受到什么 感谢大家的好意 但我也知道 个人业 个人了 不惯大家恩情多重 我也知道感谢感谢 那该我受的 还是我自己受 反过来 我们不断的教育 那可是该大家受的 还是要大家自己去受 所以该担的 你不要 你不能拒绝 你该担 该放下的要放下 因为本来你担不起 这很有意思 你看看你们现在周边生活的一切 你一定要认清楚 该你担的 这是你该担的 该你放的 就算现在不能放 也要思考 你担不起 这就是智慧不是吗 这是实际真实智智慧 这个就道理我们都听过 现在我们的体会就很深 所以我们后来发觉 我们最怕是我们舍掉悲心 但我们在这种悲心当下 我们是不是同样有个智慧 必须寥寥分明 所以后来我们发觉 我们会更加果断 为什么这个果断不是狠心 而是因为 事情道理很明白 他就是这样 没得选择 所以我们现在后来 乃至这个道理转到我们自己身上 我们就越来越清楚 你会不会有成就 问你自己就知道 那为什么不成就 你也会多少知道 该如何才能成就 也多少会比较知道 所以这一份修行的责任 慢慢从外拉回自己身上 而且未来的路 也未来越清楚 其实就这一条路 没有其他路 好我们再看 他没有种族之差别 他这个前面的苦楚相连 无间断 哪一种族 因为他没有这种差别 因为他是看你的业力 所以我们那时候 我有讲过一个叫 四不可得经 这里面有四个道人 都有神通 他们预知自己即将无常 他们以为无常是有一个无常 带着黑白脸那个过来的 所以有的人就挥到空中 让无常抓不到 有的人就躲到人群中 死应该不会跳到我吧 有的人就把山撇开 有一个撇开转到山里头 有人入到海里面 那这样总找不到吧 结果该死前死 都已经有神通了 所以在经典里面 像我们现在没神通的 有神通的都没用 有神通的没有 该死全部都是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 即便有神通 如果在活头那时代 那有什么稀奇 那不是很多人都会吗 尤其我那时候 在讲纳仙比丘经的时候 更好笑 整个五百人都阿罗汉 只有纳仙比丘不是 所以他进去 就赶快要想要溜出来 为什么 全部阿罗汉 结果他是个凡夫 你知道 纳仙比丘后来被fired掉了 他被病出 那时候他是正出国 我说过去那种威严 那种庄严 连出国人都被病出去 那我们找不到提到哪里去 他被病出此 因为出去 托波师傅叫他不要讲话 叫他含着水不要讲话 他偏偏把他吞下去讲话 就这样被赶出去的 多狠心喔 对不对 他是讲的那一句话 让自己正出国 让对方正出国 他把那一口水吞了 然后为对方说法 因为他很会说法 说了以后他自己正出国 对方正出国 同时正 就这样回来还是被fired掉 可是我一听到这个 我其实不会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 我设想一下当初的这些道人 是何等庄严 你会如果以我们世间法 现在这种道理 落到我们这时候 我们现在就几乎讲不通 但他知道说这个规矩 你纳先比丘虽然有这个福报 有这个智慧 可以因为违背施教 而又正出国 但后面的弟子 没办法有你这种根性 此时不建立这个规矩 后面会误导很多后学 病 只因为喝一口水 讲话 所以我们现在以后打活气 讲话 病 开玩笑 人家出国的都还病 我看到我们是另外 我看到那时候那种庄严 每个都是成道者 所以在那种环境 你想不成道都困难 很困难 对不对 我说 我相信你在那里面 绝对不敢打妄想 因为你一打妄想 五百人都会忘你看 你在干什么 我们现在在底下打妄想 我们也不知道 可是你在那个环境里面 一打妄想 大家就回头 你在干什么 乃至你昨天做梦 他说你不要乱梦 你一副很客气 师父你好 你不要残渠 在那个到处都端正的人 你只好很端正 你既不能残渠也不能傲慢什么 因为大家都是清清静静的 在那种环境你能扭曲吗 所以有时候想到这里 哎呀我们生不逢死 这插开跑道太远去了 不过有时候谈谈 因为每个法每一法 文字是这样 但我们只要静下来思考 有时候是很难中乐乐 都是自己在读乐乐 一讲哎呀当初人是如何如何 所以越看越清楚的时候 就会觉得虽然我们做不到 但我们很乐为自己是一个修道人 有这么一个机会接触到圣教 来能藏得那么一点点法味 有这么一个喜悦 好再过来 五者若堕此欲 从初露时至百千节 一日一夜万死万生 求一念间暂住不得 除非夜尽方得受生 以此怜悯故称无间 我们现在讲了很快 我就举说 因为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 因为实际上 这个是最实际的 我们有时候睡觉 早上起板的时候 我们都想多睡对不对 其实尽量不要睡 因为你会有一次机会睡很久的 睡到 他说 你想起来 不行 就绑着 其实慢慢清醒了 他怕我们把管 因为不自觉会把管 把管就很危险 就把我绑着 我说能不能松 他说不行 你要是不小心拔了管 我这个工作就没了 我说那你放松 不行 越绑越紧 我说我以前是不是吃到炸鸡 怎么就绑在这里 你说绑着都跑不掉 那有的就好一点 就把我松一点 我说那至少你放松一点 让我手能动 不要抓到管就好吗 有的就通融一点 有的就大胆一点 师父 我听你的 我放开 你千万不要不要把管 你知道他一听我的话 我好感恩他 他没有给我什么 他只是松我的手而已 那睡觉的时候我还 我也很会配合 小姐我现在想睡 你帮我绑起来 他说师父 你怎么了 你太好了 你很能力配合 这样太好了 我说为了获得他 以后再把我解开 我希望你帮我绑着 你看 当然这是一个 在人无缘下 哪有不低头的 其实 这些医护人员都很用心 其实他们都非常用心 都很难得 只是有时候病人的了解 他其实很难完全去体会你 其实每个人 我后来知道 他们其实都很难得很用心 只是说 你不是想睡吗 一口气让你躺一个月 那时候我就赚了90万 因为 因为捡一公斤五万块 因为我捡了一口气就捡18公斤 所以这是我这次生病一个很赚的意外制裁 直接就捡了18公斤 就躺着没干就这样瘦下来 所以你们如果有没有要捡回他 我介绍你们到加护病房 很快很快的很快就一下就没了 你想睡吗去那里睡啊 你如果继续造业到无间益啊 没间断 所以当我在看到病人的时候 有时候这个心情因为我们有这种体会 看到他那个苦你就会很想帮他怎么样 如果稍微减一点苦也可以 或是最最好把他的苦全部拔出来 因为你会感受那个很难挣脱的束缚 那你如果是无间益的话 那就是绵绵无尽啊 不知何时才能了 因为那时候你不清楚 我们有一个感觉就是说 这个病苦 你那时候分不清楚你在哪里 你也不知道你的病是怎么样 都不知道 你看我当初还很大方 我没有住过医院 我住院带上那个氧气罩一个很大的球 我带上去的时候 还请我们常住师拍一张 因为我觉得我这一生没有拍过这样的罩 那我希望这个体会无常 所以那时候我一开始 我不知道我的病怎么样严重 其实是应该要死的 但我们那时候马上自觉 就开始交代一些事情 完了以后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以后 一再稍微醒来以后 已经隔好久了 那隔好久的时候 你不知道 你对起始到现在 还不知道你的病情怎么样 但你只会感觉 因为你没有答案 别人跟你讲你也不清楚 你会感觉你的那种 被这个病束缚 不自在困在那里 无止无尽的感觉 没有终止 你看不到他到底未来要走到哪里 你只感觉他就一直瘦着这个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 我们出家人只困在这里 不值得 我灵验早点回去早点走 你就下定决心了 就跟他讲说 我们不要这样 但没人听你的 连你要死都人家不让你死 求生 我还没到地狱就已经受这个苦了 就是你想早点死 人家也不听你的 你也不知道你的未来走到哪里 你都不知道 所以那是无止境的 除了到你夜境 所以你出来了 可是当初你没有设想你会出来 我当初的确没这种思想 我是做好走的准备 但你那种感觉 你极力的想要判断 我现在讲 我们是有气魄的 但有时候我讲说 有气魄也想要一个 你给我资讯 让我判断 我当如何做决定 问题是对不起 连资讯你都不知道怎么判断 你会感到无尽其 就是这样的苦到哪时候才停 是这样 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同时就感受到很多人是这样的苦 所以我想佛菩萨也借我这个嘴巴跟大家提一下 否则的话我们的修行难免轻乎 我其实还没生病前我就讲 我们太轻慢老病死 我算比较不轻慢 这次碰一次果然很恭敬 那就很恭敬了 完全不同味道 所以我就讲说 没有食指功夫 亲夫讲抵不过 抵不过 所以这种明明无尽的东西 所以我很早很早就讲一句话 趁重病还没来之前要有功夫 这句话我讲多久了 结果重病来了 我还是没功夫 那劝各位 劝各位 趁重病还没来之前 赶快有功夫 那重病来之前 重病来的时候我们有这种经验 所以后来我们出来就有一个想法 我们不再心存侥幸 过得了这一关 我不认为一定过得了下一关 哪一关要把我带走 不是我能决定的 所以今天给你这个机会 好生欢喜 让你来的机会调整 所以这也印了我当初的一句话 有福报的人提早倒霉 为什么 来得及准备 最怕是一路顺风 到最后一出来来不及 所以我感恩三宝加持 让我有这个机会 真的 这对我的修行帮助非常大 好 我们今天到此 请合掌 愿于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